为什么当代领导和企业家不能用古代的逻辑指导今天? 我们发现,有不少国家正在用古代的逻辑指导今天的事情,很多导致了今天的失败。 为什么中国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,居然想赶上有200年历史和文化的美国,有这么难? 这就是,中国人一直在做着他们认为表象上正确但实际上不正确的事情,而且还在做。 他们仍然用古代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和解决现代的问题。 比如说,肥水不留外人田。 古代的肥水加在一起,同现在相比,也肥不到哪儿去。 而现在的肥水,有些往往都不是某一个最先进国家,单独可以产生的。 读者可以问问自己你是否可找到某些领域的肥水是这样的呢? 延伸下去,有些人喜欢将某些项目全由自己投资,其实并不是明智的。 比如说,有些投资人或风险投资人,他们除了钱,他们还有着对某些行业的特殊的经验或人脉。 让他们也加入你的项目,那比简单的钱的投资还重要的。 况且,如果,你有足够多的好的项目,你怎么还会考虑甚至担心有这么多人投资呢? 肥水不留外人田是因为你没有足够多的项目,或你的项目前景不够大才会产生的狭窄的思维。 如果,别人只能看到20米远,他们会说肥水不留外人田,而你的几个项目可以看到从2纳米到宇宙,我想,你绝对不会有肥水不留外人田的想法。 有很多好项目的人,把众多投资机构所占领的股权,只是看作股票上市后,正常波动百分比。 而那些为融资为几个百分比喜欢耍心眼的中间人,离我越远越好。 而这世界最可恨的是有些人,站在旁边像一只鳄鱼,用性诽谤阻止别人投资,他既不了解你看得多近和多远,只是想着主导你的项目的人。 由于他们有一群恶狗,这样,我们只有什么都不做了。 因为,你同他们一起做事做不了多久的。 他们除了咬得你满身鲜血还会掏钢,还会下毒和下药。 卑鄙无耻,邪恶无边。 这只是第一案例。